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这种联想现在看起来有点太乐观了 继前一段时间东北雾霾让人感叹白天伸手不见五指 本周中江浙这一江南之地重度污染就让人更加感叹雾霾在中国的威力 有人调侃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牵手却看不到你的脸 南京由于重度污染中小学及幼儿园接连停课 上海也是多日持续重度雾霾天 其实雾霾天不为华北所独有的现象早已经开始了 比如11月刚进入夏旬 全国PM2.5重污染的城市当中 前十名里就有好几个浙江的城市 只不过本周进一步扩大了而已 据报道中国被雾霾影响的地区已经达到了25个省市 雾霾已经几乎是整个中国的敌人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思路已经没有用了 必须是整个中国行动起来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5 4 3 2 1 点火 12月2号凌晨一点三十分 搭载着嫦娥三号的长三已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气件分离 轨道修正 周五傍晚 在地面指挥控制下 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完成太空刹车动作 并在距离月球10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上开始环月飞行 根据计划 预计在下周六探测器 将从距离月球表面15公里处开始下降 而备受关注的落月动作 及软着陆以及月球车和着陆器的分离 将是这次中国探月之旅 下一步最重要的考验 七鹰岛里有保温箱 排气扇和被入 七鹰者在离开前按下严实按键 几分钟后才有人来将孩子送到福利中心 而且为保护七鹰者隐私 七鹰岛内不会安装摄像头或拍照设备 今日在广州 深圳 南京等地 纷纷宣布即将设立或者已经设立七鹰岛 而与此同时 这一举措是否在保护孩子的同时 也会变相鼓励一气的争论 也随之升温 事实上 早下2011年6月 河北石家庄已开始设立孤儿岛 根据石家庄的经验 在建立七鹰岛后 当地被遗弃的孩子总量并没有太大变化 七鹰死亡率明显降低 本周 民政部表示 各方经反复论证已经形成共识 建议在全国推广 设立七鹰岛是基于生命至上 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 与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相一致 与刑法打击七鹰犯罪并行不备 在我国 七鹰者多会选择比较隐蔽的方式 和不易被发现的地点 是孩子因为不能被及时发现而造成死亡 一些本来就有病的孩子 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病情加重 甚至终身难以治愈 就在本周二寒冷的清晨 又有一个新生男婴在北京的一处垃圾站被发现 等救助人员赶到时 这个全身赤裸的孩子已经不幸死亡 从年初每个只值百元人民币 到十二月初暴涨到七千多元 近来比特币这种颇具传奇性的虚拟货币 在国内备受追捧 持续暴涨 但眼下这种狂野的热度开始接连受到现实风险的考验 十月末 一家自称总部设立在香港的比特币交易平台突然跑路 先是人民币提现功能受到控制 而后 该网站唯一联络方式QQ平台呼引呼现 紧接着整个网站陷入停运状态 这是国内第一起比特币交易平台诈骗案 虽然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抓获 但这一事件造成全国数百名投资客损失惨重 他们的投资金额少则千元 多则数十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共有近20家比特币交易平台 大部分平台每天交易量基本都上亿元 周四 央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出通知 提醒防范比特币的风险 通知中指出 比特币虽然被称为货币 但并非真正意义的货币 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而且央行还提醒说 由于比特币资金流向难以监测 为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提供了便利 民众拥有参与的自由 但风险要自担 周一 北京市律师协会发布消息称 已就李某某等人强奸案的相关辩护及代理律师 正式立案调查 因为他们中有人涉嫌违反了律师职业的规范 李某某等人强奸一案不仅涉及未成年人犯罪 还涉及强奸 均属于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范畴 然而 该案庭审尚未结束 不但已有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辩护词 在网上大肆流传 包括被害人姓名在内的诸多案情细节 也被一一披露 而其间 有多位当事人律师 涉嫌高调利用网络等舆论工具 发布当事人相关信息 甚至还有某当事人的法律顾问 专门负责发布新闻 北京律协称 调查之后却有违规者 将被给予相应的行业纪律处分 每年一到11月12月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似乎总是要看到公路上乱罚款 这样的新闻出现 远的有1997年焦点访谈 在当年11月25号播出的 《罚要依法》这期著名的 暗访公路乱收费的节目 当时是在山西 执法人员在司机求情的时候 不耐烦地把罚款金额从20变成40 这样的细节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进的那就是今年的11月份 11月14号在河南永城 一辆大货车被运证路证部门拦下 又是要罚款 没想到这一罚差点罚出人命 而且还让很多官员的官职不保或者暂停 这背后藏着什么 公路乱罚款的乱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一出事就治理 但总是治标不治本的现象 什么时候结束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 罚还是得依法 曝光之后他的孩子可能那个 包括同学之间包括邻里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这个值点点的这种舆论压力 孩子跟他讲的是说 这个我的同学包括同学家长都来问 是不是你拿了自杀 从孩子角度来看会觉得有一些窘迫 或者是一些一些羞愧感 12月3号 出院回家的大货车车主刘温丽发现 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服毒事件而有所好转 反而更加复杂 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 家人孩子面对的巨大压力 以及把河南永城整个路证和运证部门 拖进舆论漩涡后 该如何收场的迷茫 目前永城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局局长 分管副局长已经被停止检查 运管局大队长被免职 公路局领导被停止 这场由刘温丽引发的地震还在持续 他已经对当时的举动感到了后悔 因为他还要跑车 他以后那个生计上可能还是会预输为主 那曝光之后他担心他的车牌号 毕竟会被这个主管部门知道 主管部门看到他的车 那个会不会以后进行打击报复 永城市地处河南最东部 是连接河南 安徽 江苏 山东四省的交通要道 今年四月 刘温丽和哥哥贷款买了两辆货车 做起了货运生意 11月14号 刘温丽和司机拉货经过永城市路段时 被运证执法人员拦下 在出示了给运证部门缴纳的三千元 刘温丽以为像往常一样会被放行 但这次出乎他的意料 运证执法人员查过票据后 又叫来了陆证部门的执法车 司机赶紧又拿出 刚给当地陆证部门缴过的三千元罚款月票 根据司机的说法 向两个部门分别交钱办理月票年票 一直是当地货车车主 与永城主管部门之间 心照不宣的秘密 在事后采访中当地陆证部门否认有月票存在 称是正常执法的抄载罚款 而在刘温丽眼里 每月向两家主管部门交三千元钱 是行内公认的钱规则 已经算是买了保险 交了钱还要罚款 是不给他留活路 在僵持了七个小时后 眼看着其他抄载车呼啸而过 刘温丽终于崩溃了 对于自己的抄载 刘温丽感到很委屈 因为当地跑货运的车几乎全都抄载 否则就要赔钱 如果遵守公路法 刘温丽的六轴货车最多可拉55吨 但这却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47吨上限 即使按照55吨拉 扣除司机工资 高速路费以及油费后 一趟下来也只能盈利300元 还不包括吃饭喝水 抄载成为车主们挣钱的唯一门路 也成为路障运政执法部门罚款的最大原因 两个公路加脚筒 发的就接着到现在 将近发达了什么 都没发的呢 都是安徽的 河南的 连永诚的 发货警网了 其他单子呢 其他单子 油的多不多了 这个是一万两千多的 这个是两万五的 现在发的现在我扯都骂得跑了 十二费的单款我都没缴 十二月四号 永诚市公路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向媒体表态 今后肯定不会针对女车主 存在加重或者打击报复的行为 喝下农药的刘温利 虽然死里逃生 可他无意中打破的潜规则 却引发了更多质疑 明知超限超载会造成安全隐患 只要交钱就应该放行的底气 从何而来 每年的罚款有多少 又用在了何处 这些疑问尚未解答 刘温利却不想再追问了 他拿到了当地政府三万元医药费赔偿 只希望事情能尽快平息 十一月底媒体一报道 当地立即重视起来 很快该处理的得到处理 可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撤了停了那么多的官 但原因没说 到底是违法卖月票年票该处理呢 还是看司机服了毒 没救该处理 一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缘由 但是这件事的相关人员被处理 可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乐观的期待 今后的路上就不会乱罚款了 因为导致乱罚款的根子根本没有去除 这些年媒体没少监督 各种政策法规也出了不少 官也没少撤 但是马路上依然是乱象不断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刘新文是河南永城市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 他每天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即将出车的司机们发钱 因为罚款如今成了每辆车在路上每天必须支出的费用 如果没准备足够的罚款就会面临扣车 在刘新闻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最近两个月的罚款单 这一箱子的罚款单 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到轮胎带花不够明目反多 罚款的部门也是交警路政公路等多个部门 在永生公司财务报表上显示 公司40辆大货车每月罚款金额就是20多万元 一年罚款金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 罚款对于这些货车司机来说早就如家常便饭一般 尤其是向河南永城市地处四省交界 记者跟随永生运输公司的货车走了一趟 在这段不到120多公里的路程中就经历了多次罚款 罚款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 执法人员甚至车都没下 就开出了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 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等处罚理由的罚单 其中有两张罚单仅仅相隔了八分钟 据了解能对货车进行罚款收费的有交警运证路证城管收费站 分属公安交通和城市管理三大部门 因为超载车违反了道路安全法规 各执法部门对他们的罚款也理直气壮 一些执法部门便把超载车看成了唐僧肉 为了各自的利益争相在公路上行驶着权力 有的还甚至下达罚款任务 常年致力于货车维权的司机王金武说 超载超线为什么这么多年置不住 不是车辆本身难治理 而是执法部门本身不愿意 因为如果治理好了 他们就没地方罚款了 在湖北省公安县张庄超线站记者发现 但凡经过这个超线站的大型拖挂货车 没有不被处罚的 与外地司机不同的是 当地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自己主动交罚款 罚款越来越多 货车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 直接导致货车车主更为疯狂的超载把钱赚回来 指罚款不监管的结果变成了变相鼓励超载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政策法规不断出台 但公路乱象依然层出不穷 制超陷入越罚越超越超越超越罚的恶性循环 在路上汽车超载当然危害巨大 有数据显示 每年70%的交通事故是由超线超载引发的 50%的群死群伤事故与超线超载有直接关系 这么一看当然得管 当然得罚 然而回到了现实中你会发现 事情不只有A面还有B面 跑运输的都知道 在中国不超载想挣到钱太难了 燃油费人工费用连年上涨 各种过路费多如牛毛 而运输行业的恶性竞争 又使得价格严重失真低位运行 于是守法亏钱 超载才能挣钱 而同时这也为很多部门提供了乱罚款的 取之不竭的对象 所以如果不能从根子上开始抓乱象 还会在 在本周河南永城女车主刘温利服毒抗罚 无疑是把中国近20年治理公路散乱 却在一些地区仍处于尴尬局面的现实 再一次摆到了公众面前 因为本身他违法在先 然后利用喝农药的方式来邀请执法人员 对不对 按理说是不值得同行 但是我们觉得政府也不是没责任 他违法在先 所以双方是各排50大板的 所以才说整一个乱自了的 在刘温利的描述中 在当地司机抄载执法部门罚款 这是大家已经习惯的利益链条 司机拿抄载的钱 执法者拿司机的钱 至于抄载对道路的损毁 以及威胁自身和他人行驶安全的危害 罚人的和被罚的显然都不会去想 因为抄载本来公路可以十年的这种运营期 三年就压坏了 这么多车抄载 我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而执法的现状就只有罚款 那我就增加人员 但是又没有那么多定编 于是养一个人 然后他们通过罚款来养自己的工资 于是罚款就变味了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 有记者了解到 在河南梁园 不过是一个县级的交通局系统 竟然有干部职工6500余人 咱们财政给拨钱的人员能占得多少 基本上是他得将到百里 那就十几个人 人数不多 剩下就是靠他自筹 靠自筹 迷失了我们罚款的出众目的 迷失了对公路散乱治理的本源性目的 就是我要还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 变成了一种收入的来源 所以我说形成了稳固的基德利益集团 此路是我看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这个买路财搭着官义 人治不及法治 在本周很多媒体就将1994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 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 看作是中国集中治理公路散乱的开始 而在业内专家看来 我国治理公路散乱真正有法可依 是始至于2011年 2011年7月1号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出台 其中第66条就明确规定了 一年内一个车的司机 如果被罚了三次 还抄第四次 就取消他的营业资质 如果说一个公司 发现他这个有十辆 或者百分之十的车被罚过了 吊销他的营业资账 显然如果管理部门 严格按照这一条例执行的话 绝大多数的运输司机 恐怕早已经失去了运营资质 抄载也就无从谈起 但为何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 抄载却会演化成 行业内的普遍现象呢 我们认为政府在下决心 坚持这个法律的这个决心啊 略有不足 因为一怕都这样处置下去了 将来会不会公路市场出事啊 甚至是引起一些经济的波动啊 哪一个政府领导 好像也似乎担不起这责任 于是这个法很好 但是又有法不敢依 执法不敢言 在张晓东看来 目前一些地区的三乱治理 已经成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不能不抓 又不能全抓 出事了集中整治一下 平时就放宽养活 毕竟把老鼠抓干净 或许猫就得饿死 变成这种游戏了 什么 那是我们的公路治理三乱的目的 我们还叫治理三乱吗 公路三乱养活了一批人 改装场 是吧 违规的恶性经营司机 是吧 还有这些以发贷管养的一些人 又恶性的形成了一种 行政执法思维模式 行为方式的这种变异 是吧 又形成了我们对市场秩序的一种 忍 怎么叫呢 叫忍耐 是吧 又形成了我们对市场秩序 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应该客观的 科学的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秩序 有数据显示 2012年国内物流费用总额为9.4万亿元 占GDP比重高达18% 而在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一般在10%左右 这意味着 那些不知是否存在的年票月票 以及各种明目的罚款 或许是一个以万亿为单位计算的可怕数字 但更可怕的是 这样的罚不但没有治理抄载 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复头抗法虽然说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第一它反映了整个目前我们国家道路运输业 企业经营的现实生存状况 第一秩序混乱 第二恶性竞争 第三以价格为标志的低水平竞争 表现的尤为突出 我们到了不解不行的时候 表现的具体方式就是 严格执行公务安全保护条例 严格执行取消依法代表 不是罚 是靠罚 罚法的因第二要改一改 喝了农药被抢救过来的车主 躺在八平米的房子里 天冷 屋子没生活 冷 而他又天天胃疼 为了省钱 在村里打掉针 看着事情被广泛的关注 他反而很是后悔 认为自己做错了事 因为把该得罪的人都得罪完了 可是买车欠钱 你运输还得跑啊 今后人家会不会给自己穿小鞋 当然 当地有关部门表态了 绝不会给他穿小鞋 可是这位车主以及众多中国跑运输的车主 不抄载 不挣钱的局面 如果不改变 严格执法都让他们很难生存 这个怪圈 这个难题 接下来要推给谁 推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解决呢 张艺谋与妻子陈婷 的确育有两子异女 公众的千呼万唤 终于换来导演张艺谋的正面回应 本周 这位深陷超声传闻的著名导演 通过其官方微博表示 超声的确存在 愿意接受调查和处罚 一天之后 曾声称成立工作组 发函十数次去史中南巡张导演的 无锡市兵户区人口寄生局也宣布 工作有了进展 张艺谋违法生育的事实已经查实 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育 希望他尽快申报收入 以便做出处罚 一场长达半年的全民寻人告一段落 然而 关于超声的全民讨论却继续升温 有人在推算张导阴角的社会抚养费 该是几十万还是高达上亿 也有人在追问 这名人超声的孩子怎么就能上了户口 而寄生部门又为何对此似乎一无所知 显然张导的回应还只是个开始 更多的疑团有待一一解开 安徽邦部强奸杀人案真凶终被抓获 面对这个消息 为此蒙冤入狱十七年 已是满头白发的余英生 选择以沉默对待接踵而来的媒体 他太想过回正常人的生活 十七年前 正是风华正茂的邦部市东市区区长助理余英生 一夜之间被冠以杀妻罪名锅当入狱 牢狱之中他一次次申诉一次次失败 高墙之外孩子因家庭剧变而孤僻自闭 父亲为此四处奔走含恨离世 十七年后安徽首次执行一罪从无 省高院立案复查 因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余英生终于被无罪释放 短短三个月后真凶落网 如今余英生已经恢复公职并获得赔偿 但这一切对于五十一岁的他来说 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已经再也无法追回 他们是生活在意大利制衣之都普拉托的七名华人打工者 本周在一场意大利华人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中 他们的生命被瞬间吞噬 意外的悲剧刺痛着国人的神经 也让这些华人打工者真实的生存环境活生生的展现在公众面前 在普拉托 华人制衣工厂众多 近两万名华人打工者聚集于此 生活境遇相仿 火灾发生时 七名遇难同胞被困在装有窗栏的宿舍内无法逃生 而在生前 他们面对的困境则是超长的工作时间 恶劣的生产环境 还有微不足道的报酬 勉强冲击的食物 如今这家工厂一名浙江籍老板已被当地警方控制 隐藏于血汗工厂中的种种黑幕也被渐渐揭开 然而一场悲剧之后 这些华人打工者的境遇能否因此发生改变 2013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 我非常惭愧地告诉大家 这一年我没有读一本书 本周在浙江大学的一场演讲中 在被问起有何今年出版的新书推荐给读者时 作家莫言似乎感到有些为难 的确在过去的一年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真是太忙了 教授顾问 一个个聘书接踵而来 开会演讲 一个个活动紧锣密鼓 合影签名 除了一站接着一站的忙碌行程 让他不安的 或许还有自己家里被拔光的萝卜 络绎不绝的游客 以及那片号称要搞成 红高亮基地的高密东北乡 整整一年过去了 现在对于莫言最渴望的 或许还是回归书桌 而对于我们或许也该反思 何时才能让莫言回归书桌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找一个人似乎很容易 但其实有时依然很难 比如很长时间 针对超生 大家想找到张艺毛就很难 直到本周终于有了回音 而法律一旦跨越底线 要找到真的凶手就变得更难 因为已经有被冤枉的人 替凶手顶了17年的牢了 在一罪从无的法律精神下 今后哪怕一时间找不到真凶 也不能先找个人顶上 这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 选出的本周人物 她是个香港婴儿 她失踪了 在寻找她的过程当中 内地客被想当然的当成了 有可能的真凶 海城阿里前晚7点07分 推着BB车出去散步 半个钟之后 六个越大的海城 就在甲冰格度被人挂搜了 刹人除了在现场搜索 之后去到海城和妈妈 想不到给家里搜索 德国没有在大厦的72袋垃圾里面 找到线索 11月23号晚上7点半 香港半岁女婴 于凯晴的母亲乌某报警 称其在香港九龙城 一公园推着婴儿车散步时 有一名内地口音的女子 向她问路 其后发现女儿不知所踪 怀疑是问路女子的同伙 将女儿抱走 问路期间 太太觉得身边都有人经过 但她就不是很清楚 有什么人经过了 应该有很多人 在这里附近经过的 我希望市民 如果有人见到这件事情 经过的话 希望跟警方联络 有父亲的家长就表示 是相当的担心 也表示没有想过 在香港也会发生 类似拐带孩子的事件 那么警方就表示 目前正在追紧一名 内地口音的中年女子 正在全国各方面调查 她们现在也都找着 一个年约40至20岁 五尺二船高 充内地口音的女人 当时这个事情 被媒体披露之后 说实在的 真的是全程的震动 香港市民 特别想伸出援手 为这31岁可怜的母亲 做点什么 也有留言 也有惊慌 甚至我可以用恐慌 这两个字来形容 香港媒体的报道 都是一边倒的 不仅是说 要提醒家长们 看好自己的孩子 确实也有留言 就是说 内地的抢孩子团体 杀入香港 香港其实早前呢 一直呢 就有发生一些 疑似拐带儿童的事件 但是早前呢 大部分的案件呢 都是与乐所 或者是家庭纠纷有关 而且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孩子呢 在事件之后呢 都已经是被寻灰 她只是怀疑 有一点相信 真的 为什么会这么 这个内地以前 有听说过嘛 这样的情形嘛 失踪女婴 小凯晴 牵动港人心 香港警方 根据凯晴母亲的陈述 发布了 针对内地中年妇女的通缉令 并且香港海关 也在口岸 加强了警惕防范 一些香港的媒体 也将报道方向指向内地 称内地倒阴团伙 已经杀到了香港 他们的工作 现在全面铺开 无论在口岸 或者在口岸 或者在地点的工作 香港整体的治安状况 是良好的 在我们2003年开始 有治安都演出 香港的治安情况 是没有恶化 我们的治安情况 是不断改善 而且内地旅客 来香港的犯罪率 是十分之低的 虽然香港行政长官 梁振英 在出席施政报告咨询会时 专门谈及此案 而香港保安局局长 李栋果也表示 过去十年 共有七宗涉嫌拐婴案 都不涉及内地人 此案涉及内地婴儿拐卖 团伙的可能性极微 但仍无法消除一些父母的疑虑 此时正在全面展开调查的 香港警方也开始发现 案件中的一些疑点 方家说 海诚妈妈带她出街的时间 一向都很飘忽的 但最近几天 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下街 四十分钟左右就回来 会感濕机车 车里面也没有哭哭的声 有街坊就说 海诚和盛云的妈妈 搬了入去半年 平日都是好事先回家 没有见过有男人出入 又不认海诚是自己的女 只是说疯人臭 警方呢 就是不断发发现 她这个疑点 比如说 那个每天晚上 都像好妈妈一样 推着婴儿车出来 但是呢 婴儿车上 覆盖着那个粉色的毯子呢 确实就是看不到孩子的脸 那么这孩子究竟在还是不在 另外呢 警方也不断地披露 比如说 去了解了周围 这个区域 超过一百个监视器 都没有找到所谓的 一对抱孩子的人的身影 香港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发现此案另有隐情 就在事件发酵了十天后 警方正式拘捕女婴生母吴某 吴某承认 上月十七号 在家中发现小凯琴意外死亡 因被子盖过头 而窒息送命 随后 他将女儿尸体藏于小提琴琴盒 并当垃圾丢弃 由于难以向亲人交代 才自编自导 自演这场拐带案 真相大白 耸人听闻的香港婴儿 被内地人拐带事件 纯属子虚乌有 一直到了2号晚上 可以说这场自导自演的七阴暗 突然出人意料的水落石出 很多人变得非常气愤 就纷纷谴责这个母亲 至于自己杀了宝宝 还泡污水给内地人 真的是不可以原谅的 应该给内地人道歉 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更冷静的学者 就开始在思考了 通过这个事情上 反映出来了两地人之间的 一种关系 根据香港现行法律 小凯琴的母亲 将被控以非法处理尸体罪 最高可判处七年监禁 是否加控谋杀或误杀 则似乎警方能否查出 小凯琴的死亡原因 香港警方已出动百人 前往垃圾堆田厂连日搜寻 试图在八千吨垃圾中找到失踪女鹰 小凯琴的遗体 我们警方估计得到有机会 找回女鹰尸体的范围 大约有一个足球场 其实因为已经一段时间 都堆积垃圾有相当的数量 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最大的难度 至于时间方面 我们现阶段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当然我们对于找到是有希望 也都是相信我们有这个机会 事情真相大白 连我算在那里的内地人松了一口气 可很多天的时间里 很多香港媒体及网友 对内地人的怀疑和指责 现在好像变得尴尬起来 香港的新报周二发出声音 在未查明真相前 就胡乱指责内地克 一些人应当给内地人道歉 也许道歉不必了 但是我们每个人不该反省 为什么怀疑来的是如此的容易 本周这一组图片很火 有图有真相嘛 拍摄者提供的文字还这样写道 一名东北口音女子 在经过一个骑车老外时 突然摔倒 随即瘫软倒地不起 外国小伙下车搀扶女子 被女子一把揪住 女子自称被老外撞到腿部 受伤无法行走 需要该老外负责 看到这样的文字 人们就更加相信了 这外国小伙子又被摔倒的大妈给讹上了 可是没多久 事情的真相呈现出来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有图 看样也未必有真相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特写的故事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场第一时间我看见的是这个阿姨躺在地上 这个小伙子去扶 这是我看见的 骑摩托的外国小伙与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起了纠纷 恰巧路过的新闻图片摄影师 用自己的相机做了记录 随后他将八张现场图片向媒体发布 并命名为外国帅哥北京服摔倒大娘惨被讹诈几哭 当外国小伙儿遇上中国大妈 再加上关键词服人遭讹 正可谓是天然的舆论热议话题 短短几个小时 这条看上去颇为讽刺的新闻 在微博上的累计转发量就突破了五万 好事做不得 丢人丢到国外 中国好演员式的调侃评论也随之汹涌而来 碰瓷然后老外挨鹅了 一个老外被鹅了 挺影响中国人形象 要这样的 要我我也不搞了 碰瓷那太缺点了 他俩都是因为跑 就过来扶我 两个人就拖着我就往这个马路边走 你别动我别动 不是我心脏不好 第二个我还想到啥 我在保护现场 外国小伙脏口不断 所谓的中国大妈也并未主动提出赔偿要求 面对急转直下的剧情 舆论口诛笔伐的方向 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这一次大妈被冤枉了 他是运行的 一个大碗就帮我来了 就他一个车 因为红队长是车全停的 他就过来一下就给我怼的 来个就这么一下子倒的 在平安北京发布的监控录像中可以证实 正是外籍男子的摩托车在拐弯时 与正在人行道上的行人李女士相撞 有图未必就是真相 有视频或许才能揭开真相 随着北京警方的通报 交通纠纷的起源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法 但对于被贴上讹人大妈标签的李女士来说 这个标签并没有那么好摘 虽然50岁的她平时并不常上网 但还是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 一说这些话当时我就哭了 眼泪我就掉出来 我家乡我这些好朋友的电话 全给我打进来了 电视里都带头骂我 你说这个老百姓能不骂吗 我走在马路上 当时我就想得多少人指指点点骂我 有可能过来当面就能骂我 我真接受不了 从一起常见的交通纠纷到舆论的重视之地 从事发双方到被贴上标签的群体代表 几经周折重获清白的李女士却仍深陷其中 但事实上行人与机动车的大小纠纷并不罕见 不许我们都更该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她成了新闻 今年大反转的新闻已经不少了 比如八月武汉城管打人家属台师抗议的照片就迅速引发网民围观 讨伐之声迅速四起 可是没几个小时 被抬的尸体突然起身高喊太热了受不了 开始喝水 原来这是利用人们相信城管会打人来制造的闹剧 想索要赔偿 在指责这些不良现象的制造者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有反省的空间 今后无论愤怒还是指责甚至是感动 是否都可以不那么着急 等事实真相出来再发生不更好吗 我们都不会那么被轻易的利用了 假的东西就越发难以生存 好了 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 祝您周末愉快